事實上從上次國道塞車 結果我們的林佳龍 他就說自己要去塞 那到現在旅行車出現倒閉潮 他又說就剛好洗盤 那我要講說你幫不上忙 也不需要講這種風涼話 今天選一個政府的首長出來 其實就是幫民眾解決問題 那當然很多問題 有他的一些背景條件的問題 可能也有一些處理上的一些難度 但是再怎麼困難 作為一個首長 就是全力以服務去解決 怎麼會把問題推給民眾 那怎麼會把問題去推給旅行社 然後還去講說這麼冷血的話 你要知道旅行社倒掉 不是倒一個旅行社 旅行社倒掉是底下包括他的員工 甚至包括說接下來員工以外 他的家人 還有包括所相關的一些周邊的產業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那今天叫你當交通部長 是觀光的主管機關 你就應該要想辦法去解決大家的困難 如果解決不了大家的困難 已經是無能了 那現在還講這種風涼話 這樣的首長跟禁會地有什麼兩樣 古代有一個禁會地是核不實露民 現在也有一個我們叫加隆地 難道就是所謂的高高好洗牌嗎 我覺得這民進黨這樣的官員實在太離譜了 那有人就 要就是之前蔡總統 就是勞工也說要勞工之力之強 就是大家都有這樣的回憶 有這樣的影響 您怎麼看 其實類似這種所謂的 那個不死人間煙火的話 就包括蔡英文總統 包括林佳龍 真的是少講為妙啦 就是說大家現在 尤其在疫情當下 你不要講說疫情 對所謂的那個健康造成的一個憂慮 疫情其實第二波最大的挑戰就是經濟 你看我們出口已經連遛黑了 整個經濟狀況 其實籠罩在一個未明的前景之下 像不管是蔡英文之前說的自立自強 或是現在我們林佳龍什麼剛好洗牌 像這樣的話 真的是在台灣最多餘的廢話 那有人說就是他選輸 其實是代表他也沒有競爭力 那卻可以成為部長 關於這件事您要看 這就是民進黨非常有趣的一個特色 台中市長選輸去高升做交通部長 然後高雄市長選輸 可以高升做行政院長 再下去再去選高雄市長 那再選輸難道要變升成行政院長嗎 所以變成是今天被民眾淘汰的一個官員 那民進黨既然要如此的重用 其實也沒關係 可是可不可以叫他廢話 跟這種所謂的風涼話少說一點 那所以你是說就是 就是國家是不是不需要這樣子的推卸責任的官 然後也是不需要把這樣問題 然後再丟回人民 當然是不需要 因為我們要的一個官員 就是解決問題的官員 我說過不是每個問題都是 就是如果反掌摺資那麼容易解決 他一定有困難嘛 就像疫情當下 旅行業的倒閉潮 他是有非常難解決的部分 有非常困難的部分 但是再怎麼困難 再怎麼難解決 你就是全力去做 你何必說這些風涼話 去讓大家已經在所謂的 一個最痛苦的情況之下 還要承擔一個政府首長的風涼話 那你覺得這是一個稱職的首長嗎